土豆是市面上常见的一种食物 它既能做主食 也可以单纯做一种蔬菜 在过去食物匮乏的年代 不少人都靠着它挨过了饥荒 为我们立下了汉马功劳 直到现在 它仍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但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 相比于早前 如今市场上售卖的土豆 个头越来越大 加上近几年 这种食物屡次登上了农药残留榜单 因此 很多人怀疑 人们在种植土豆的过程中 使用了庞大剂 这是真的吗 如果人吃了这种土豆 会有什么严重的危害吗 目前常会用到的庞大剂 主要有绿笔本尿和绿化胆碱等 前者主要作为植物生长调节剂 而前者却是一种低毒的有机物 虽然本身具有毒性 但实际上 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尤为广泛 若作为禽畜饲料添加剂使用 有助于禽畜鱼类等增重 也能够刺激它们多铲蛋 铲仔 绿化胆碱还是一种植物光合作用促进剂 对增加产量有明显的效果 常被用于水稻 蔬菜 玉米 马铃薯 葡萄等作物和花卉上 那土豆在生长过程中 真的是使用了这种蓬大剂才使得它们越来越大的吗 土豆又名洋育 地豆 马铃薯 由于它对土壤和气候的要求不高 因此它在全国各地都有种植 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 早前的土豆 很多都是小个儿的 十分迷你 但如今 比拳头还大的 比比皆是 其实 这主要是因为 以前的产量低 个头小的老式土豆品种 基本被淘汰了 取而代之的 几乎都是经过改良后的 高产抗病毒的优良品种 目前市场上售卖的土豆 很多都是黄壤 体型椭圆的荷兰薯为主 这种土豆 个头本身就比老式土豆大 而且 一打理 在退出后就广受好评 人们争相种植 相反 以前那种圆润 且白壤的小土豆 现在已经很少有 售卖和种植的了 其次 也和种植技术的提高有关 早前 很多人种植土豆的方式 非常简单粗暴 并没有现在 所谓的科学种植 但随着逐渐的发展 我们的种植水平 也有所提高 为了保证土壤的温度和湿度 人们想到了采用 地膜覆盖的方式 种植土豆 这样的方式 同样也能够使土豆 免受病虫害的影响 而不少功能性化肥的投入使用 也保证了土豆 在生长的过程中 能够摄入足够的养分 给长个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 人们在种植土豆时 很少会使用膨大剂 因为在合理的栽培下 优良的土豆品种 就已经能够达到 各大又高产的结果 加上土豆本身售价就便宜 如果还要花费成本 买膨大剂来使用 还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从成本上来说 并不划算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部分马铃薯的个头大 可能也是因为用了膨大剂所制 但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只要在合理范围内 这种用于植物生长调节剂 其实对人体并没有危害 目前 欧盟 美国 日本 中国等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会在农业生产中使用 可见 它的安全性还是有保证的 基本都能放心使用 但要注意的是 那种发芽和出现绿点的土豆 大概率已经产生了龙葵素 这是一种毒性较强的物质 使用后 可能引起急性中毒 因此 大家在吃土豆前 一定要注意 虽说现在市面上的优良土豆多了 但很多消费者却觉得 这种土豆的味道 不如老式土豆 对此 大家是否认同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